- 重新錄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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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CINDY - 我們今天要來聊 - 如果我是總統 - 坐文體目 - 每個人都有總統夢阿 - 看看柯文哲 - 有吧 - 因為我有公開說過我有 - 所以目前得知有的就是LISA - 跟柯文哲 - 我覺得紅鍋商也有啦 - 我覺得紅鍋商也有啦 - 不是阿,就是我們常常在講一些時事阿 - 或是一些政治上面的 - 評價或是個人的觀感 - 我們應該也會有一種 - 啊這件事情如果我來做我應該會要怎麼 - 也不會太差 - 欸沒有,我不這樣想 - 可是我覺得政治還是一個專業 - 我覺得越長大越覺得說 - 政治其實是一門專業 - 而且很多要犧牲的 - 不是我小時候想說 - 對,不是我小時候在那邊想說 - 我要以後要當總統 - 欸可是你們有遇過稍微 - 有時候你稍微關心一點 - 一些時事 - 然後身邊的人就會說 - 欸我覺得你關心得很好 -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- 他不是調戲 - 你有沒有要出來選這種 - 你有沒有想去參選 - 我跟你說台灣人這種 - 對,對於選舉的熱愛 - 真的是深根谷底 - 就是因為 - 欸我是林玉婷嗎 - 回來的時候還是在哪裡 - 反正就是 - 大家很高興他得金牌 - 然後結果大家現場喊的是 - 選總統 - 洞算 - 洞算 - 洞算 - 嚴格來說比賽也是一種選舉啦 - 他說他的確得到了那個 - 要憑實力去 - 評審選的嘛 - 憑實力去贏得 - 對,憑實力去贏得 - 沒有我的意思是 - 大家會忽略那個選舉 - 就像剛剛講的 - 選舉跟討論政治是兩回事啦 - 是啊 - 那我小時候想要當總統的時候 - 那個時候其實對於 - 真的要讓這個國家變成什麼樣子 - 其實是沒有概念的 - 圖像的 - 我只有覺得當總統好威風 - 那你講得跟柯文覺得蠻像的 - 哈哈哈哈 - 你再把我跟他連結在一起 - 沒有明確的 - 我們這一集就會是最後一集 - 對 -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- 那你自己說是不是 - 沒有明確的藍圖 - 我沒有要正面回答 - 我沒有要正面回答 - 沒有藍圖 - 我要冷眼半觀 - 你們有差別是 - 你是女神 她是男神 - 我覺得選舉這件事情 - 沒有比較好 - 快要逼近了 - 快要逼近了 - 好我要帶走話題了 - 好 - 沒有沒有你看想想 - 線上也不一樣 - 最後一里路囉 - 哈哈哈 - 你可以想想 - 吳征他是一個很有理想 - 或是想要改變地方生態的一個人 - 很有包覆的 - 但是他在選舉上面一直得不到 - 選民的支持跟青睞 - 然後甚至是敗給了 - 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 - 所以選舉是真的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- 有很多事情要做 - 對 - 不是只有理想 - 有的時候真的是要天時地利人和 -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-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- 不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- 也不需要理想的大夢 - 做夢 - 也不用付出成本 - 所以這一集是一個幻想文 - 幻想集 - 對 - 如果我是總統 - 你先啊 - 你是總統你要怎樣 - 你說第一個要做的事嗎 - 對 - 你上任第一天 - 七點半上班嗎 - 呵呵 - 我要改十點上班 - 欸對欸 - 不是六點下班喔 - 就是你要晚一點下班 - 就你可以在辦公室吃 - 喔所以公時還是八小時 - 還是八小時 - 你會落選 - 呵呵 - 欸沒有 - 自己調配 - 彈性公時 - 全國彈性公時 - 全國彈性公時 - 你說那什麼網路 - 遊牧民族 - 欸那個是要怎麼講 - 欸那個是要怎麼講 - 我不知道 - 派錢 - 好啦大家還是早點上班 - 欸其實 - 其實早一點上班 - 可是因為其實像這種 - 什麼少上班幾天 - 的這個話通常 - 資方就會不高興 - 喔資方不高興 - 資方不高興 - 它就不給你錢 - 到你選舉 - 那我不要讓資方不高興 - 因為我要他們的錢嘛 - 我要政治 - 政治現金 - 呵呵呵 - 怎麼又落回來 - 所以你你就 - 而且我不會拆開喔 - 我要明確讓大家知道我 - 哪些企業支持我 - 所以你要去拜訪四大 - 那個什麼 - 天王 - 不是啊就是什麼獅子會啊 - 符輪社啊 - 這些東西 - 喔那我不要得罪資方 - 這些都是大老闆欸 - 那我要做一個 - 比較多人會支持 - 但會得罪家長的 - 我希望小學生 - 就是學生可以睡飽一點 - 不要早窒息 - 喔 - 欸這個 - 其實很多家長也是支持的 - 對 - 然後那個課 - 另外一個比較爭議 - 是放學時間 - 因為很多家長覺得 - 太早下課 - 我沒辦法接送 - 去接送 - 但我希望大家知道台灣治安 - 其實已經不像以前啦 - 其實現在小A - 自己出門是安全的 - 嗯沒有欸 - 相較以前啦 - 可是 - 欸我講 - 可是你那個什麼 - 舟車往返 - 如果不去接送的話 - 小朋友要自己搭公車什麼 - 我覺得我會擔心啦 - 我們是老一輩會擔心那個事情 - 但現在其實好 - 相較以前好一點吧 - 真的嗎 - 完了你少了那個CINDY這一票 - 哈哈哈哈 - 她在回頭給你 - 我還在拉票過程 - 對對對對 - 但就讓學生早點下課啦 - 但就讓學生早點下課啦 - 然後接著去做一些社團什麼 - 我覺得是好事 - 不要讓大家都死 - 我覺得要讓他們去多發展課外的興趣 - 這個我覺得很棒 - 嗯嗯嗯嗯嗯嗯嗯 - 對 - 這就是你第一個政見嗎 - 好的我聘你當教育部長 - 哈哈哈 - 任命你為教育部長 - 哈哈哈哈 - 那如果我是教育部長的話 - 我第一件事情應該就是 - 會把中國史刪到指下十分之一 - 那你要剩十分之一 - 其實我現在不知道 - 現在剩多少 - 我們現在小朋友的那個比例啦 - 現在剩多少 - 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 - 但是我會要拉高很多台灣史的部分 - 我希望中國史可以只要上一首歌就好 - 全是 - 中國街頭在講 - 中國街頭在講 - 欸裡面有很多內容 - 還有那個啊 - 繞口令什麼啊 - 喔 - 然後就不要考 - 我覺得應該就是 - 像他們那種遠古時代 - 就是民國史以前的那種 - 太久以前了 - 那種我就覺得好像 - 為什麼要學 - 對我來說 - 可以簡單上 - 不要當成考試嗎 - 對對對 - 因為我們以前還要學那什麼 - 黃河流域 - 什麼以北會安諾 - 會安諾 - 然後以南會安諾的 - 結果都淹水 - 對 然後還要背 - 欸你們有背過那個 - 省份圖嗎 - 他們 - 有啊有啊 - 當然有 - 為什麼我需要用到這個 - 你有用途嗎 - 對沒有用途 - 很像是以前要反攻大陸要學的 - 對 - 對同派 - 講到這個 - 不是前陣子有那個文言文爭議嗎 - 啊 - 這個每一年 - 每一年都有 - 每一年嘛 - 都有北女老師出來抗議 - 可是對我來講 - 我都會覺得 - 因為我從小到大 - 我的學習歷程 - 我是很會背書的那種 - 我也是 - 所以我是數理很差的 - 然後我國文英文都很好 - 嗯 - 然後我基本上是靠這個拿分 - 所以在那個廢除 - 在那個 - 在爭議文言文的這一part的時候 - 我都心想說 - 你三小 - 三角函數沒有給我刪除 - 文言文就不准刪除 - 就一個警察不對 - 妳要配分嗎 - 對啊 - 欸我覺得 - Cindy這一票我們很難拉欸 - 很難拉 - 真的 - 我直接放掉她 - 對啊 - 我覺得她會組一個很焦的政黨 - 我這樣有很焦嗎 - 她這不是焦 - 她這不是焦 - 她是我們的對手 - 她是相對很保守 - 對啊 - 我是保守欸 - 她是保守派 - 因為我覺得文言文 - 要保留啊 - 我相信我能在選舉弄倒你的 - 你是 - 你是傾向 - 我是說你現代立場是傾向保留喔 - 是因為我自己個人利多我的私心 - 她是為了分數 - 欸如果文言文不保留 - 我真的是完蛋欸 - 我會死掉 - 對 我也是 - 我最好就是國文跟社會科 - 對啊 - 而且以前像背那個英文單字 - 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背會很辛苦 - 可是我十分鐘會背二十個欸 - 然後包括那個 - 英文這個我不同意 - 英文我很爛 - 我說過 - 我永遠只能背到abandon - 而且像 - 而且因為我文言文 - 就是我 - 欸這應該可以講 - 反正就是 - 我在 - 我國文是滿級分 - 所以就是在 - 文言文 - 然後什麼 - 這部分 - 我是很 - 很強的 - 但我如果拿掉國文 - 真的不行 - 你之後分數就會拉下來 - 對啊 - 真的不行欸 - 你現在是要拉 - 為了你一個人的利益 - 拉著一個台灣的利益 - 跟你陪葬嗎 - 跟你陪葬嗎 - 人家有科文者 - 而且我們在前幾集 - 你有講過你 - 如果錢夠 - 你是願意做誠摯和工作的人 - 所以我就大膽假 - 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- 他所以他一點都不教 - 他超幼的 - 他是我們選舉對手啊 - 他超幼的 - 你一定會發生賬款爭議 - 等一下 - 欸我不會 - 我現在我剛剛突然腦中一個 - 你問是 - 我已經自動成為你的幕僚了嗎 - 那你是教育部長啊 - 不是你是教育部長啊 - 不是 - 我要往上 - 我要當總統 - 你等我生病就可以當總統了 - 總統比較威風 - 你的經歷是承認教育部長 - 然後後來對 - 就參選的那個 - 但是要做的超級成功 - 教改超厲害 - 可是要當總統 - 喔好沒有 - 只是當總統的前一部 - 應該是要當六都的市長吧 - 欸這個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模式嗎 - 就是至少看起來嘛 - 回顧我們過去中華民國政治史 - 其實當上總統都要當上那個首長 - 蔡英文沒有啊 - 蔡英文沒有啊 - 他還選輸欸 - 對啊他還選輸欸 - 柯文哲當過啊 - 還做得那麼爛 - 欸他也沒有考上 - 欸他也沒有考上 - 有時候他當過市長 - 他沒有當到台灣總統 - 對 - 嗯好 - 總統還能做什麼事啊 - 那Sindy你上 - 如果你當上總統你要 - 呃如果我擔任總統 - 我覺得第一件 - 我認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- 就是要找到我的餘文 - 要你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餘文是誰 - 哈哈 - 就馬英九有一個餘文嘛 - 就是我出了什麼事情 - 就是要有一個人 - 可以為我單罪的那個人 - 就是當初馬英九在特別廢的時候 - 是 - 然後是餘文出來扛下一切了 - 對 - 然後你看像柯文哲 - 他就是做人緣不好 - 做得太差 - 所以他就找不到他的餘文 - 他本來以為端木正會是他的餘文 - 結果沒有 - 結果沒有 - 人家不要 -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姿勢體大 - 如果我要當上總統的話 - 我要先找到餘文 - 我要先找到餘文 - 對我要先找到我的餘文 - 這是你的第一個證件是不是 - 這不是證件 - 這是我的鋪路 - 你真的就是柯文哲欸 - 你是本節目柯文哲代表 - 那你的牛肉是什麼 - 你的證件牛肉是什麼 - 呃 - 我要 - 因為 - 我知道很 - 革命分階段 - 就是我很沒有辦法 - 我雖然不是很認同 - 等民公社嗎 - 不是不是 - 我很沒有辦法認同我們的 - 國歌啊 - 國旗啊這些東西 - 可是這種東西 - 如果我真的要 - 不能一瞬間 - 對大刀闊斧的動畫 - 我會造成台灣社會的分裂 - 而且國際社會也會對我們不信任 - 對 - 所以我要做第一步 - 我覺得我要改的是改國花 - 喔齁 把梅花拿掉 - 對 因為我們對於 - 喔 - 國花是梅花 - 這是什麼月冷月開花 - 花台灣熱得要死 - 你哪裡去找什麼梅花 -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- 不分藍綠白的共花 - 那你要改成什麼花 - 你要改成什麼 - 可能是日日春或杜鵑花 - 喔 - 或九重葛 - 就是那種 - 之類的 - 對吧 - 合理吧 - 合理合理 - 你看我現在如果說要講 - 我要改國旗 - 什麼國歌的 - 可能大家都想 - 呃這不好 - 太難了 - 對 可是國花的話 - 大家一定會好 - 就是真的是共識欸 - 大家沒有人對梅花有什麼認同感啊 - 喔對 - 這是真的 - 欸 - 我不敢確定 - 有一些軍公教 - 老一輩可能對梅花很難 - 他們可能就是很喜歡那種 - 越冷越開花那種崇高的精神 - 沒有那我要改仙人掌 - 我們在越熱 - 台灣哪有仙人掌 - 你改寒羞草好了 - 那澎湖 - 國的餡花吧 - 或者是多肉植物啊 -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很適合 - 多肉植物 - 他們會罵你 - 生命力又很堅韌 - 他們會罵你小文青 - 教 - 多肉植物 - 對啊 - 陸教爵什麼 - 喔 - 陸教爵很難講欸 - 有點難呈現在護照上 - 欸這就是 - 沒有 - 欸護照上也沒有國 - 護照上是12島防徽 - 不是 - 等一下你可以讓金弟 - 把一句話 - 完成的講完嗎 - 好 - 你現在就很像 - 如果我們現在是政見發表會 - 我們是辯論會的話 - 你黃國昌啊你 - 我不是黃國昌 - 我是那個唱那個 - 柯媽媽那個 - 蜂蜜檸檬那個 - 蜂蜜檸檬那個 - 啊救命喔 - 欸如果是仙人長 - 我覺得講得過去 - 或是多肉植物 - 因為台灣的生存環境 - 就是這麼的艱難跟炎熱 -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地方 - 飽含我們的水分 - 然後茁壯 - 欸可是我覺得台灣 - 應該有自己特有種的植物吧 - 藍花 - 啊蝴蝶蘭 - 蝴蝶蘭 - 還是蝴蝶蘭 - 當國花好了 - 啊我現在變他幕僚了 - 政治就是這麼無情啊 - 欸你是黃國昌的角色 - 我是變色龍 - 曾經跟民眾黨好過 - 也跑去那裡 - 沒問題 - 她是黃珊珊 - 喔妳就當過新黨 - 妳確定她會修信嗎 - 還是假竹頭啊 - 欸我小時候是有 - 小時候是有喜歡過黃珊珊的 - 我其實對她的印象也還不錯啊 - 因為她很T啊 - 對吧 - 感覺上我沒有要感覺 - 她的形式作風跟外表很像林涼樂啦 - 有比較好嗎 - 沒有我腦袋在想林涼樂 - 因為我想不起來林涼樂是誰 - 總之就是感覺上 - 看起來溫和 - 然後講話清楚 - 對 - 當那段好有問題 - 好 - 那Lisa呢 - 如果你當總統的話 - 我要先禁止 - 異性戀結婚 - 那你第二任要挺她們嗎 - 蛤 - 你第二任要挺她們嗎 - 我相信會有很多異性戀很高興好不好 - 你根本就不能這樣 -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異性戀從我們還小 - 同性戀都還不能結婚的時候 - 大家都會被逼婚 - 是 - 我直接禁止你們結婚 - 都不會有這個壓力 - 大家票才要投給我吧 - 所以現在壓力到同性戀身上是不是 - 同性戀愛結婚啊 - 愛結婚啊 - 哈哈哈 - 幹這個危險發言好恐怖 - 不是就是 - 同性戀的結婚是很努力爭取來的 - 不能隨便取消 - 是 - 但是異性戀好像是 - 沒有爭取過 - 好像是天賦人權一樣 - 她們生下來就可以結婚 - 她們要常常不能結婚的滋味啊 - 而且她們說不定也很開心啊 - 她們也很開心啊 - 我的理論是這樣 - 我覺得要把 - 讓 - 把婚姻當兒戲這件事情 - 變成是同志的專屬權 - 對 - 你說要結就結不... - 對 - 我離三次婚你怎麼樣 - 對啊 - 就算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想結婚 - 你還有個選項就是跟同性結婚 - 對 - 你說為了結婚嗎 - 你說我只是為了結婚 - 就跟媽媽一樣啊 - 啊你幹嘛爭取同婚 - 那阿姨的女兒不是很好嗎 - 以上都全部都是反串 - 我們是開玩笑的喔 - 不要來認真喔 - 好恐怖喔 - 這一集的Apple Podcast的留言 - 欸但如果我是總統 - 是不是可以認真地把一些... - 欸我不看Apple Podcast的留言 - 你已經不看了 - 我不敢了 - 我們是可以認真地把一些文化變成國粹啊 - 麻將 - 像努力... - 麻將算吧 - 國粹不是一個藝術或什麼嗎 - 麻將也是藝術啊 - 所以你要講的 - 麻將也是藝術啊 - 好那你說 - 你要說什麼 - 例如我們讓Jocelyn變成國粹之一 - 哦 - 讓他可以在國家戲劇院演出 - 欸其實現在就可以了 - 我們就是辦... - 以後這個... - 全球的什麼世界變裝大賽 - 我們都有國家隊 - 對就是在台灣 - 我知道我們的... - 我們就打倒魯保羅這樣嗎 - 欸那我知道你的政見了 - 你的政見就是把次文化主流化 - 對然後把主流文化壓... - 邊緣化 - 踩下去 - 那主流文化是什麼 - 蔡依林 - 是嗎 - 你要把蔡依林邊緣化 - 國粹應該是什麼國劇或什麼那類的 - 哦... - 明華園 - 那是金劇... - 金劇的... - 但其實有一些帶來的 - 明華園就是這樣的 - 那個啊... - 歌仔戲啦 - 喔對,就讓他們... - 讓這些文化都是我們的國粹啊 - 是 - 我好像也是有點焦的成分 - 你也是有點... - 文化焦 - 恐怖分子 - 有點雷 - 文化恐怖分子 - 有點雷 - 我想一下 - 我還有想到一個 - 如果是認真的話 - 我會想要嚴格的取締非法繁殖 - 哦... - 動物的... - 寵物的非法繁殖 - 嗯... - 然後因為我覺得... - 流浪... - 哦對,因為Cindy是非常關心動保議題的 - 對... - 因為我只是太狂愛動物了 - 就我好像沒有討厭的動物 - 然後... - 現在就是流浪犬貓的爭議 - 就是在動保上面啊 - 也有動保跟野保 - 也是一直在吵架 - 對... - 然後一切的源頭都是來自於... - 我們... - 就是棄養啊 - 流浪犬貓的問題 - 所以如果是我畫 - 我會覺得希望... - 我在當總統的時候 - 我可以稍微打破一下品種迷思 - 哦... - 那這樣子我有新的證件了 - 我有新的證件要發表 - 是... - 我想要規定所有的企業的一級主管 - 或二級主... - 一到二級主管 - 要養狗 - 是讓我... - 發出狗的聲音 - 就是我希望那個性別比是要一半一半 - 你說強制性別比 - 對,強制要... - 嗯... - 對... - 這個我覺得這也會有點難耶 - 因為有一些工作 - 雖然... - 我們現在都講性別平等 - 不要以性別來區分 - 可是有一些... - 呃... - 工作場域的文化好像 - 確實會有... - 比例上面就很選屬 - 比方說護理界 - 嗯... - 嗯... - 是不是... - 可是也有很多男性的護理師啊 - 應該是說從那個求學訓練階段比較... - 對啊對啊 - 就沒有達到那個... - 對對對... - 然後或者是說強制那個薪資不能有落差 - 不能因為你有...你的性別就有落差 - 哦...不要有性別的 - 所以籃球那個什麼籃鞋那個... - 欸這件事情也是滿有爭議的 - 就是也是多方的... - 因爲... - 因爲... - 因爲... - 籃球當它變成表演的時候 - 他們靠的是那個收入嘛 - 嗯... - 嗯... - 所以有可能... - 因爲我對運動不熟 - 所以我不想要得罪人 - 嗯... - 我是說有... - 我轉述 - 就有可能... - 籃鞋的... - 妳也有怕得罪人的時候嗎 - 喔我超怕 - 我那麼鄉悅人 - 你要預防震打好多州 - 對啊... - 他們的門票的收益 - 可能會比女籃來得高 - 哦... -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- 就是他們能夠帶來比較多的商業利益 - 嗯... - 所以他們的薪資比較高 - 可是我... - 對... - 我自己是比較社會主義嘛 - 覺得這個東西還是應該要... - 那我必須說我跟你站在的是同一邊 - 我只是想要就是在這個節目上 - 稍微平衡報導而已 - 喔對... - 其實這個我可以理解啊 - 就是男籃的那個收益一定會比較高 - 其實我也有聽過很多 - 不管是棒球或者是籃球 - 就大家都會說男生打起來就是比較好看啊 - 是... - 可是我覺得因為這樣子 - 讓那一些女性的運動員 - 受到不平等待遇也... - 不好... - 也是不對的 - 因為我覺得有點用票房來決定一切的話 - 那國片都不要拍了啊 - 對啊 - 應該是說 - 這個就變成是市場機制來決定一切 - 還是說以運動員的努力 - 因為對我來講 - 男性跟女性的體育選手或是運動員 - 他們付出的成本一定是不相相下的 - 對... - 那為什麼我跟男性一樣的訓練過程 - 而且我也一樣很辛苦 - 可是我的薪水比較少 - 嗯... - 我覺得不公平的點是在這邊啦 - 對...沒有錯沒有錯 - 好... - 好... - 然後... - 我們從早上開始 - 那總統有一天啊 - 我們要安排那個國家的一天 - 國家的一天啊 - 國家有需要跳體操嗎 - 因為我很喜歡中國廣播體操 - 你說早上... - 你喜歡廣場舞是不是 - 不是廣播體操是一個那個... - 你說我以前我們體育課的時候 - 都要先跳那個... - 國民體育 - 國民健康操 - 國民健康操 - 你們沒有跳過范小萱的版本喔 - 我有跳過... - 不是... - 我有參與過那個年代 - 對... - 好...那你... - 因為我希望早上大家可以恢復廣播 - 就是我們剛剛說要晚一點上課 - 你是說連上班族也要跳嗎 - 就是我要讓... - 你說像萬安演習那種大廣播 - 對...就是...但可以調小聲一點 - 就是那個巷口... - 很怕吵 - 對...巷口那個喇叭 - 還有那個里長辦公室 - 就是整個城市會充滿那個... - 還是就是手機會直接... - 巴巴... - 因為我們手機現在不是有國家警報 - 我們會強制那段時間 - 大家都不能用手機 - 類似 對... - 然後就開始廣播那個... - 然後那個司儀就會說 - 現在是廣... - 這是中國有的東西 - 司儀就會說 - 現在是廣播體操時間 - 嗯... - 然後就...你這天很為... - 我真的覺得你在統戰我們耶 - 沒有沒有... - 你看你... - 我要用AKB的歌 - 哈哈哈... - 那你... - 黃明化運動嗎 - 那我希望大家在上班... - 晚起之餘 - 不是說你就賴床 - 而是你要牽起床做體操 - 你自己又起不來的一個人 - 你在那邊講別人 - 我是放音樂的人啊 - 哈哈... - 所以你覺得 - 要有全民健康操 - 然後所有的人... - 要運動啊 -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... - 台灣人普遍... - 最近有好一點 - 但就是...對... - 哦...好... - 好... - 就這個... - 啊一天...你的一天就只有著重在... - 一日之際在於成這樣嗎 - 就真的只有成耶 - 然後我希望那個營養舞 - 餐有一天是麥當勞 - 嗯... - 你很在意那個... - 麥當勞 - 那個學生的... - 學生的生活 - 我期望要選總統對不對 - 我就是一個教育部長 - 沒有 你就是當一個學校的校長就好 - 這些東西都可以讓你搞 - 或生育組長 - 你就開一間私立學校比較好嗎 - 你說我為了要... - 安插麥當勞跟體操... - 欸對耶 - 你說開一個私立學校嗎 - 我剛剛的證件都是學校要做的東西 - 還有體操 - 欸可是應該現在 - 教育部應該會有韓式說什麼... - 不用這麼多學校 - 不用這麼多學校 - 不是不是... - 是你的營養午餐不能這麼勒送 - 喔對耶... - 學校不能有這些東西 - 你要有滿足五大營養素什麼的 - 你要對抗一堆家長 - 欸我吃麥當勞都喝五糖紅茶耶 - 不是我要跟大家講 - 因為很多人覺得麥當勞不營養 - 但麥當勞其實很乾淨對不對 - 是乾淨但不營養也是真的啊 - 嗯... - 嗯... - 我都喝五糖紅茶耶 - 我在這邊呼籲那個麥當勞現在... - 他們前一陣子找省嗎 - 對啊我超不爽的啊 - 找省單元 - 我覺得下一步你們早發 - 找重新錄 - 早發 - 沒有鬥不過省的啦 - 現在幾分鐘啦 - 我們好像不適合當總統對不對 - 現在21 - 現在21分鐘 - 欸但我們撇除 - 欸可是我們不是不適合當總統 - 是總統你不覺得他們每次自辭 - 自辭的時候 - 他們一句話都會講很久嗎 - 好久 - 你看像我們講說國泰明安 - 他們就會 - 國泰 - 明安 - 對啊 - 超多時間的好不好 - 有嗎 - 小英有這樣子嗎 - 他不能像我們錄音念那麼快啊 - 或...沒有啊 - 可是他... - 因為小英的他的問題點是在於 - 他講完國泰明安之後 - 大家下面會鼓掌一分鐘 - 哈哈哈哈 - 對 - 所以那個也很拖時間 - 對 - 還有 - 我想想我還有什麼政見 - 嗯... - 喔喔喔喔 - 我還有 - 欸我說跟女生比較有關 - 你說 - 身體用品是免費的 - 啊這個很重要 - 免費嗎 - 免費 - 跟保險套 - 哦 - 跟保險套也免費 - 直顯套要免費嗎 - 直顯套不用吧 - 直顯套那都看個人的部分 - 洗手洗乾淨一點 - 對啊 - 嗯... - 我們兩個 - 嗯... - 因為我很不懂直顯套啦 - 但是... - 但是有些人有需要 - 啊你沒有遇過直顯套 - 要用直顯套的人 - 有但我不懂 - 哦 - 對 - 而且我都... - 我都很固定的性伴侶 - 所以好像也... - 欸我身為一個臭男生 - 直顯套對... - 我看到的東西就只覺得他是一個 - 可以把射出去的東西 - 我看到到... - 那個看起來很像... - 喔彈性也沒有 - 沒有數鈔票 - 對啊 - 我看到我都會想到 - 國曉老師就是要寫粉筆黑板的時候 - 哦會有一個... - 對啊 - 可是因為有些人是怕指甲裡面 - 可能髒髒的 - 可能怕會有感染 - 或者做水晶指甲 - 大家回來我的證件... - 生理用品 - 生理用品 - 生理用品 - 免費 - 終結月經貧窮 - 可能台灣比較沒有這個... - 就是相對於有一些國家啦 - 可能印度那些 - 他們真的是月經貧窮的問題很嚴重 - 台灣可能沒有 - 但是我覺得... - 這個... - 這是我的證件這樣 - 欸可是我會覺得要... - 有年紀限制欸 - 因為... - 像生理用品 - 喔你就工作好了 - 就是我可能工作之後 - 我已經很有錢了 - 我其實是可以買得起生理用品 - 那就學校啊 - 所以我會覺得是學校 - 那不是年紀 - 那就不是年紀啊 - 是排富吧 - 你要排富是不是 - 沒有欸 - 我想要的是年紀 - 可能就是14... - 就是小朋友 - 就是你在校階段的生理用品 - 全全的免費提供 - 這個現在有提供啦 - 對啊 - 喔那現在就已經有了事情 - 我現在擴大它 - 喔你要擴大 - 喔你要擴大就是 - 我們可以免費到55歲 - 對 更年期的時候都還要... - 啊免費... - 我覺得免費到30歲好了 - 30歲以下還是很窮啊 - 你不要再給我在那邊滾動式調整你的 - 我突然想到 - 因為要是我想要選品牌的話 - 好像就會... -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啊 - 你看現在又有疊片 - 疊片 - 然後什麼月亮杯 - 然後什麼... - 那個... - 那個... - 那個... - 棉條或是... - 然後衛生棉還有分長短長度 - 對啊 - 有的沒的 - 好那就是請教育部長 - 部長回去再想想 - 規劃一下 - 回去再請那個幕僚... - 協助規劃一下 - 規劃一下 - 規劃一下... - 對 - 欸我還想到一個 - 可是我覺得好像會有蠻危險的 - 我會想要取消那個 - 高速公路的速限 - 哈哈哈 - 欸因為我不開車我不懂 - 嗯 - 沒有因為有的時候 - 不管是一高還是二高 - 就是那種南北向的 - 我們都會很塞嘛 - 但是你都會不知道到底 - 塞的問題在哪 - 然後像有些地方的速限 - 可能會是九十 - 我就覺得都已經是高速公路 - 你在那邊有速限九十 - 我就會有一個大問號 - 這裡有那個交通專業 - 交通專業 - 我們請... - 我要搶先在你前任先 - 提出一個新證件 - 好 - 我希望全國不管你有沒有駕照人 - 都要重考駕照 - 就你在某一年之前 - 考的駕照人 - 就是五年... - 欸就是日本 - 日本也有這樣子的那個... - 對你考駕照超過五年或十年以上的人 - 你要再重考一次 - 欸我同意 - 這個我也同意 -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多駕駛 - 並不在現在考駕照的習慣裡面 - 就是我們現在都記得要... - 很多事要注意 - 就什麼兩段式開車門什麼什麼的 - 欸我覺得我們剛才做了一個很好的 - 就是政黨協商的那個示範 - 你看就是我們大家都很支持這政策 - 我們都很支持 - 我們覺得是對的 - 我們沒有誰為反而反欸 - 但我在立法院提案的時候你會弄我 - 不會 - 我們跟你講 - 你看我們沒有為反而反 - 正常的國家還有正常健康的政黨 - 是不會這樣子的 - 不會這樣子的 - 說我們是不正常的國家嘛 - 對啊 對啊 是 - 是 是 - 好所以我們先重考駕照 - 接著就可以有機會有望無數限 - 好 好 - 我剛剛以為你知道說不收費 - 沒有啦我覺得那還是要收費 - 因為公路你還是需要一些 - 對啊要使用者付費 - 嗯 只是數限 - 那你有想要做哪些政治或者是 - 形式上的那個嗎 - 嗯我可能會開一場記者會 - 然後公開跟習近平切八段 - 他跟你有好過嗎 - 哇 - 哦 - 這個會有一些 - 政治上面的那個 - 飛彈的問題吧 - 對啊 - 我會掀起台海危機是不是 - 有可能 - 那你有想幫 - 你們有想幫誰立同像嗎 - 我想幫黃國昌立同像 - 我想幫黃國昌和柯文哲立一個 - 戰爭就兩人一組的同像 - 對啊 - 我覺得他們倆很值得祭拜 - 我覺得他們有同像就不會再鬧了 - 對 -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承認你們倆是偉人 - OK 據點 - 可是這樣子會有其他的人不高興吧 - 你說也想要嗎 - 選民啊 - 那欸 我知道我們要 - 我知道 - 因為我們不是一直在討論 - 要轉型建議消暑威權嗎 - 對 - 可是消暑威權 - 當我們要把誰的同像拿掉的時候 - 大家會不爽 - 覺得為什麼要拿掉 - 所以我們要廣設同像 - 每個人都值得紀念 - 我們要直接成立一個同像公園 - 對 - 就像廣設大學 - 大學就不值錢一樣 - 對 然後裡面有滿滿的同像 - 什麼蔡林高嘉瑜 - 每個人都有 - 就是我們不要去 - 楊丞琳也會有 - 對 但楊丞琳隔壁 - 可能是蔣中正 - 或孫中山 - 就是我們不要讓大家覺得同像 - 要拿掉 - 我們留著 - 我們留著 - 然後還廣設 - 我們稀釋掉它的那個威權象徵 - 的重要性 - 對 - 福祿猴也值得一順 - 我覺得很值得 - 不是 我在幻想這個世隆 - 沒有就在慈湖 - 對就在慈湖 - 就在慈湖阿 - 都已經有一個便便的空間阿 - 我們就在慈湖擺放阿 - 你就像是像去小人國一樣 - 然後那個整座台灣的景點 - 都在小人國裡面 - 就是像中正經驗堂 - 我們拆不掉 - 那我們就把前面改成自由廣場 - 對 - 讓他還在對 - 革命分階段 - 革命分階段 - 所以慈湖現在暫定 - 我們就是同像公園 - 對 - 好 OK 那 - 希望大家對於我們這些 - 這麼一片棒 - 會不會做都是我 - 你現在要做Ending的時候 - 你已經不想繼續下去了 - 會不會做都是網紅在放同像 - 小玉阿 - 他們有錢 - 阿滴阿 - 阿滴 - 阿滴需要一座吧 - 阿滴要 - 阿滴在英文園區 - 而且阿滴的要放在玉山上面 - 不是就池湖啦 - 阿滴如果在英文園區 - 那徐薇也要一座 - 徐薇也在隔壁啦 - 還有那個Amazing Talk上面都有 - 對 Amazing Talk他們也要在 - 那那個呢 Tony Chen - 也值得一座對不對 - 一座對不對 - 他會不會履秀我臉旁邊 -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一集 - 天馬行空的整件發表 - 我們要結束了嗎 - 我們要結束了嗎 - 妳還有哪些不想 - 妳還有哪些來不及的政見 - 好美 - 政治就是這樣子啊 - 稍縱即時 - 稍縱即時 - 稍縱即時 -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 - 天馬行空的政見發表會 - 謝謝大家囉 - 拜拜 - 拜拜